选了一手杰斯吗 不过这场推拉应该挺难受的 我感觉你也推拉 他这个塞拉斯 他这个塞拉斯不好偷 不好偷大招 对面这大招偷过来都没啥用 还是去上路打杰斯啊 啊 这样吗 可是 推拉瑞斯没赢过 真没赢过 大家自己去查 他们这个赛季 推拉瑞斯真没赢过 这边果然还是中单的一个 推拉拿到了自己的瑞斯 看起来能不能拿下 他本人的赛季 推拉瑞斯手上 好 另外一边的话 选到了当前版本 欧美赛区比较火的一个AD位置 金克斯 这个战装AD 可以拿 而且面对着红色方 SDG 这一盘选择出来的阵容 并不是特别特别皱的情况之下 金克斯发挥空间还比较大 跟随我们GLA五位共联盟 一起进入超人师峡谷 蓝色方老跟爹 红色方SDG 第一条龙刷了个风龙 也是两边的第二场对抗了 即将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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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的 TSM 突然间变成了 翻plus 好 这边我们看到 是被打出了一个闪现 而推拉他没有选择 带效应猛充 他选择带的是一个 起风的秘籍 这一盘下路 双人组的装饰式技能 带的和上语局是一样的 Kramer选择带了一手净化 而皮野灵这边 在装饰式技能 闪现的另一个点上 补了一个质量 同时在上单方面 这边昌宏是选择带了一个 不灭之卧 那就好 上单吧 帮忙打一下 瑞兹之前打妖机好打 主要是因为他W定一下 妖机换取换不过 瑞有那个余震 但现在的话 可能就没有那么好 没有那么好打 就还好吧 这个英雄确实 打妖机可以打 包括他刚才 亮了一下卡萨丁 卡丁这个英雄 我们前面也一直在说了 而且纷纷确实拿了一次 但他那一盘 打的是个辛德拉 是真的被暴打 辛德拉是真的 可这种前期比较短手 然后前期被压暴 都比较不好过 中期辛德拉装备 比你好半剑 是真的没法打 这边是开自己半剑 这边小冯是往下开的 不过小冯的这种 单兵作战能力 单兵作战英雄 是真的挺厉害 他就觉得一直都比较好 开打了 三方的视野 这个视野 大家下次可以自己查一下 同时侦测两边的野怪 也能够看到打野的一个动向 在前期收益是特别大的 尤其是面对 对方是这种偏刷的打野的时候 其实伊富林前期 因为他前期不能隐身 然后他到六之后 你如果想坐眼 最好就不要坐真眼 坐到一些地方 你最好就直接坐到 对面刷野的地方 对的 尤其是老板的时候 这个打伊富林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眼位 虽然这里没血 但是那句话还要说 来了老弟 听说你们在等我 等到了 终于等到 开上下 这里 小鹏 感觉这边 皮灵会有点危险 老哥弟是知道 他在刷厦门区 过来的 这一波 有问题啊 叫一个闪现 这边定到两个 皮灵没了 伊雪直接被嘎啦拿到 不是你插眼都插出来了 那为啥 开始在野区是有看到的 对啊 他前面坐那个眼 就是为了看 打野的位置 然后看完打野的位置之后 还是死了 这太不晕开了 那这一波打完 感觉真挺伤的 不过好 好教训可能是在于 一技能 盯到这个位置 踏上去 直接回来 康内这边来了 也只能直接走 因为燕状态 非常非常差 而且小鹏 已经从旁边草里 窜出来了 三分钟是断眼的时间 前面那个眼 在一分半多的时候 插掉 然后三分钟断眼 断眼了之后 刚才小平应该是 想去看一下的 但其实大家都不用装 最简单的一点 是皮远林 刚才身上戴的扫描 他自己身上是没眼的 然后AD的眼已经插过了 两边上单 听得很凶 这边 翻力过来 阿杀一下就要单杀了 直接交了一个闪现 前面康底摸下小斌 一技能 这边是Q到小斌了 小斌帮帮扛了一下 被拉一下 回头E到回6口血 爆打 这个有点吓人啊 就是突然打着打着 自己心脑子上亮个标记出来 对 这是隔岸主攻 但是下路的对线 让嘎尔这边拿到一个人头 一个E血 这边主要霞拿了一个E血 感觉老板点挺难受的 SEG这波挺赚的 因为这波算是白赚一个人头 对面交技能交挺多的 出来了 这个真眼已经看到了位置 皮远林这里不太好走 自己是没有什么技能的 并没有去打 是吗 还有最后一下 这边是被倒勾铁拉死 刚才收下来第二个人头 是也 这次确实是做了 但是 怎么说 小鹏蹲的时间比较长 打完石头人了之后 确实是蹲了很长的时间 等自己的兵线 进入一个可击杀的范围 才才出来了 这波蹲到了人头 而且刚好也是因为皮远林 上个波交了双招 这波再过来 正一雄权冲到 就直接可以接一个W 是的 而且 连续两波的人头 都是被狭拿到的 就如果说架料拿一个 老干爹心里可能会舒服一点 现在SEG 非常爽 这波回家甚至可以直接抱负大剑 但你反正想一下 没有给小鹏人头 其实老干爹也稍微可以接受一点点 对 这里的话 好像是要选择做西兰刀 但是金格斯前期的一个对线优势 就荡然无存了 本来说还能稍微小压一点 是的 回头打一套 垂上去 打出征服者 这对线还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这里 看王松的位置 踏过来两段 这边给了一个 练出了 我叶文才吃 哇 这一波很关键 小冯为了看这一个硬气 把自己命给搭进去了 这算是给老干爹雪中送炭 而且在中的对线本来前期就很胶着的情况之下 突然被燕拿到一颗人头 那这个妖姬是可以动起来的 而且这是白拿 因为燕他只交了一个点燃 他没交闪现的 还逼掉了小鹏的闪现 打野过来 这个位置 康帝 没有被看到的 这个意义怎么 这打老干爹也不能这样 过头一炮 没有打中 燕也先撤了 溜了溜了 对了 因为蹲的时间太久了 这边也怕小鹏从家里头赶出来 而且中路边界交接的情况下 瑞兹也是直接往上走 那其实说明瑞兹是有发觉 有发现的 看一下 这里应该是洞察到了 看到这边在打 看到F6的这一页 出现在小冰是也踏两脚 两个W 最大伤害 一级能练到 对了 哇 这里差点磕比到了 没磕到 没磕到 是的 这直接独施一份 昌宏现在身上两枚戒指 然后杰斯的话是两把多蓝剑 都是为了打对线 都为了打对线 但是上路这一盘打野光顾的还蛮少的 没怎么过去 就只有康内刚才过来两波 但是没啥用 对了 本来以为下路 可能说前期打野来的次数不会那么多 结果两边都是围着下路的 这边杰斯是回去了一趟 往这边走 往线上走 这波 小朋友是可以反一阻眼 中路的话 其实这波要小心一点 因为 这边燕它是没有点燃的 而推了它是换了一个点燃 这波如果配合打野 是有可能要杀妖姬的 不妖姬比较灵活 一般如果不是交两段彩和闪现 那一般是不会死 回线了 小鹏直接在野区反了个手 对 那回线了 这里康内选择空龙 第一条风龙 这一盘打的时间比上一局稍晚一点点 是在时间八分钟的时候空掉 这条风龙空下下条是土龙 土龙想想 两边其实感觉老干爹更需要一点 他在上路蹲的时间非常长 打完野怪的出没有选择回城 而是选择配合 TP下来了昌宏 这边来看起来有点难走 来是没有闪现的 闪现不在啊 这怎么走 不急着交控制 这里碰起来了 这边的话就碰了一下 直接Q过去 这边应该是大招也不交了 收下一个印记 这边的话想到下人头 现在位置显现出来了之后 康内开始反一下蓝buff 野区里面是有红色方视野已经看到了的 小鹏双组过来的位置 这个地方也有眼睛 天脸要过来做一下掩护 两个中单在中路扯头发没有过来 但是瑞兹没有头发 不过他好像也是被牵着了一下 哎呦 隔墙一个鱼雷 挡位置 挡了一下 那这打完一下 蓝也没反下来 小鹏回家 应该也是可以帮自己中单打这个篮子 那这一波上路干口 可以说自己的野区什么东西都没丢 而且老干爹反正好 好像蓝buff有点危险 嗯 怎么说 过来防守一下 好先撤了 这个时候中单一 哎腰机 腰机还是有点吓人的 A一下 看一下 拉过来 打一下 打出一个不灭 回头再练一下 这个位置 回头打一套 是偷了一个大招的 先是偷了一下 然后叫完溜了 不知道刚才是偷了哪个技能 谢谢金克斯送的一发火箭 虽然送歪了 没什么关系 金克斯这里前期发育好就可以了 回家做个十字稿 攻速短剑 现在感觉上单有点糟重 而且康蒂这把又是比较偏向干客 然后节奏稍微差一点 河道的视野 红四方这里还是有站的 这一波嘎拉回家直接掏新蓝刀了 那感觉下路有点难打 那还好 金克斯这个英雄不太容易被压到 补塔都太好补了 再出了帮复大剑之后 就近战兵死完之后 远程兵就两三个Q 差不多就没了 对了 清线又快 这个英雄比较优势的一点 也是不太容易被磨塔皮 因为清线能力太快 打一套 塞拉斯还是很糟的 因为他比较灵活 他为什么每一次都反拉一下 为了打一出被动 上去打一套 二连踏 这个位置是B硕点燃 起风的秘笈 起风的秘笈 对 换的吧 不用白不用 自己反人PP好了 到时候要支援 现在中路往上靠 杰斯往后撤了一撤 但是瑞斯回来那一瞬间 他又垂上去了 皮野林脚上踏着这双武速鞋 满满的都是想做事的影子呀 先排一下眼 把这边的眼位给排掉 还有一分多钟要打吐龙了 吐龙两边都是可以打的 杰朗没有吃到这番寒冬之咬 但是吃到了也不一定能打起来 顶多就是交一个 顶多交一个大招 对了 这个还要针对一下 赖斯 赖斯这波是有闪现的 不过上路开始因为被一波击杀 然后再加上一波回程的不当 导致被吃了两层塔皮 克尔玛夫妻选择点了有点神奇之鞋 和这个小饼干 现在都已经出来了 也是能够增加一下自己的发育 哎呦 赖斯 前面有两个大汉 哎 这里直接过来 看一下 走到了小红的脸上啊 直接向锤走 交了一个闪现 溜了 这波闪现就被打出来 是吧 这其实没办法 因为兵线是在重置的一个状态 在中路刚好 在中间的一个位置 在上路中间的位置 所以他必须得吃 这波自己产现被打出来挺伤的 下一波如果说要打土龙团的话 自己可能会成为激活目标 招牌英雄还是招牌英雄 小鹏 所到之处比较技能 但下一波其实看两边的状态 和英雄属性来看 老干爹是可以接的 有机会可以接 可以接 有妖姬又芒僧 然后还有一个杰斯 他前期是有作战能力的 两个单线点都比较强 而且罗莉这个时间点 虽然说装备没有支撑 他可以打团 大SPG没有什么前排 这打一套 这老干爹中单疯狂拼信号 拼刚才那边是看到了 对面的上野 市场打得非常的凶悍 虽然说目前人头数不是很多 加起来一共四个 但一直处在打架的节奏上 这边嘎拉有点想吃一层塔皮 但是对面回防很及时 没办法 和蟹先控下 这边控下和蟹之后 感觉SDG其实可以放龙 因为他打龙挺快的 他不需要 甚至说在极端情况下 他可以来打爆炸果实 下去把龙偷了 然后再开车走 他们这个之中 可以打得稍微的灵活 或者聪明一点 而且一炮打空了之后 穿上来换血了 疼疼疼 这种出AP的还是惹不起 而且上路这个峡谷前方放完 应该一塔就没了 是的 这杰斯要回家 如果不回家的话 有可能被越 13分半 13分半 这个时间点把峡谷前方放出来了之后 抢最后 抢最后的渡层 对的 基本上把最后渡层吃光 这上路直接一下子 经济来给差距 撞 这边的话 应该是每个人再能吃个 两三百 三百三 带过来了之后 应该还可以撞一头二坦 但是这边刷了一个印记 千诀想去 但是老跟那中野也是有察觉的 这边 敲过来了 旁边的燕 直接挂点火 这边的话 再过去 开了一个大招 这边瑞西是过来 被踢了出来 闪进自己的大招里面 回了一口雪 但是最后 瑞兹开大 带走了 马克和自己 这一波 好像是有一点冲动的 小红太想要这个印记了 主要是 他的两次死 都是因为印记引发的 他过去的很淳朴 也没有扫一下 也没有干嘛的 现在挂点火 虽然练空了 但是这个地方 盲子把他串出来 都赶紧闪回底的大招 这边也是回了一口的 这是到极限距离 因为 瑞兹 大招其实不是撞墙 他只想闪到这个距离 因为他如果过墙的话 自己位置比较危险 他就到一个极限距离 想把人休息 刚有一点点可惜 就是金斯本来是 有机会远距离收人头的 可是瑞兹开大了 然后小鹏想往前走 直接跟大招过去 现在经济还是1000多的差距 不过这波打完 老根爹算是缓了一口 SDG现在优势点 还是在于中路发育挺肥的 而且再加上 上单开始吃了医学塔皮 以及AD的发育比较好 老根爹 就是AD发育正常嘛 然后再加中路 上中也其实都有人投 左里有这个发育 感觉可以 这里闪现 嘲讽 这边帖林是没有闪现的 上波已经交完了 但是没有被倒钩的 没有被倒钩的 交一个治疗 保护一下自己 这一波 感觉老根爹 可能会稍微赚一点 因为Mark的这个闪现 还挺值钱的 并且 刚才皮铁林只交了一个治疗 Mark交了双招 这防御塔 镀层经济 老根爹没吃 反而让SDG 直接吃了一整个塔 吃了一个整个上塔 灵还是很少看到的 这一盘前期打的 相对来说比较佛系 上路推过来 开始推SDG的上塔 毕竟手长就可以任性 对的 和窗户中也知道 自己家打野不在附近 那上半区 干脆连演也不做 你就把线放过来吧 反正前面 杜层的钱该吃也吃了 自己身上现在 有一个精神在 这边 下路打雷一个 致命节奏又溜了 刷野 把蛤蟆给刷了 标的是个康蒂 现在中路洞下瑞兹 瑞兹这波没闪现 打野是要洞下吗 要洞下这个位置 先绕草 先绕草 绕草了之后 这里边换起来 回头给了一个大招 定到是一个马克 马克远地交了一个精神 这边要留康蒂 康蒂这里摸下来 队友要直接走 小鹏跳了一下 是跳出了自己W的范围 后面 燕好像和对面中单 互打了一套 自己血量不是特别好 下到了半血 这看似是被追过来的 不像是支援过来的 不过这个暴击有点疼啊 要包夹吗 这个位置 平眼铃是没有闪现的 过头举了一个盾 这边跳到自己AD身上 但后面的人全来了 这一波 红综帮要出问题 他出来过来了 踢到了大招边缘 回头还进去打 这个位置 邀请收下瑞兹的人头 但是盲森也是率先阵亡 回头原地给了一个大招 不过闪现的这个拉道 高没有拉好 金克斯收下这个人头 哇 塞拉斯钻收到金克斯 但是自己也不是特别好 走着了一个精神的原地 被布隆被动给定住 最后是被赖死 给收下了人头 是 桑综帮的这一波 完全打了回来 这一波SDG打得太冲动了呀 而且双方刚才的博弈 就是霞在那个位置 直接来了一个倒勾闪 但是没有拉死金克斯 反而是被收了人头 他倒勾闪刚好是没有拉中位置 我们看一下这里 哦 金克斯也闪了 金克斯也闪了 刚才 这里平月林 直接举盾 挡在自己AD面前 这里小鹏 我看这一脚 哇 这脚太关键了 直接是 他直接把瑞兹车也 车也挡掉了 车也挡掉了 我们看一下 盖拉这个位置 大招 拉 没有拉好 而且 他其实拉对了位置 但宽马已经躲掉了 宽马这个地方 如果说再往后撤的远一点点 不被秒掉的话 那这一波就赚得更多 这一波约塔太冲动了 直接赏金全送掉了 反而现在 金克斯发育好 而且中单的妖姬发育还不错 一波拉了个飓风出来 现在两边的AD是一样的经济 甚至 这盘还要高一点点 高一点点 看一下 这个位置 扫出来了一个妖姬 但是 这个位置没有大招 哦呦 没有练到 慌得要死 慌得要死 练到了的话 就又是一颗人头 这边直接开打 中路是压了一波线 塞拉斯在中路 首先 而且野区的视野控不住 老根捷又拿了一条土龙 对于老根捷来说 自己这个阵容打龙不快的隐患 也会被两条土龙给瓦解 而且他们在推进的时候 有金克斯的存在 推打也很快 斯蒂基线如果想打 最好区分带 金克斯现在手长的优势 也展现出来了 刚才看到 下轮斯蒂基在逼塔的过程当中 倾线能力也快 然后在隔着线去消耗 其他敌人的时候 速度也非常非常的快 这边嘲讽到 柜子过来 倒过道 给了一个点燃 倒过好像是没有拉到 回头踏一下 踏上骚一下 旁边盲森过来 盲森这个位置 和虎柱在这里互相张望 一炮没有打中 大招 又送歪了 这个位置 康蒂摸莲队友直接走 一战射掉了妖姬 妖姬这个位置 刚才是被一发平安 小红救下来人头 这个位置的话 还是最后一下 自己一个金身 但是好像这边能不能走 看一下 这位置要了一个进化 大宽马尔最后一丝血量 一把平安心 收了一个人头 拉了一个加速 直接要走 但是旁边看一下 长虎能不能收下这个人头 W技能减速到了 自己虽然是一丝血 但是没有什么技能能跟得上 后面交一个闪现 溜了 这一波是打成了一个二换一 哇 这一波真的是 把所有技能交上去 但是没有杀掉金克斯 导致后来溜掉了 魔眼直接走 有两件套战身后 确实有点恐怖 而且在补自己的第三件 这一波的话 直接选择不推下路的一个一塔 S1级推完这个一塔 可以扳回一些局面 他推完一塔 自己边带线就好带了 两边因为一直在下半区打架 所以上半区是没有视野的 但是现在二十分钟过了呀 大龙刷新了之后 开始抢资源了呀 这一波闪现一把平A 对 收到一个终结人头 布龙大招 放的还是挺好的 然后第一时间先隔开 好 这是拉架一个精神 但是这是在极限的时候 一把K收了一个人头 然后溜掉了 我看他的样子 应该是好像 没有点凯旋 这边点的过量治疗 看到这个过量治疗盾了 在Krama发育很不错呀 两件半了 没有急着去做攻速鞋 因为刚才前正好做小黄刹 我觉得有一说 现在这样打下去 SDG可能会有点缺伤害 因为他上单不坦 上单还出了一个半 就中单是一个半肉 上单是一个半肉 他的中期可能就是没有 就不坦 然后也没有输出 而且整体前后排的人没有 手长也不够长 这些人就没有一个管用到金克斯的 对的 金克斯这一盘输中 玩家确实比较好 你看刚才上一波那种情况 就是金克斯没死 是在瑞兹闪现定 然后Mark给到一手虚弱 不对 那个虚弱是推拉 刚才是推拉给的 对 这边踏过来 交了一个大招 再点一杯套在身上 打一套 这边加料给了一个大招 过来保一下自己的AD 这个 保的很及时 感谢Karma送上的一发货箭 这边是收掉了Gala的人头 是 观众掌声了异常的激烈 因为连续空了两发 没想到这一发中了 但他前面几发预判的 其实位置偏离的不是很多 这一波是成功预判的 收了这个人头 感觉大伙Karma的火炮一出出来 SD就没法挡了呀 他如果稳一点 坐过率插其实也可以 哎 这里 垂起来了 吃到一个符合被动 被提到一个极限距离 Karma这里打出一个被动 这里不继续深追了 他选择打龙吗 同时下路这边是已经推掉了二塔 天灵 跟他跳下来 开打了 看一下小地图 左下角的这个图 卡前的一发 这边是直接一发入魂收掉人头 这边知道大龙打不了 那这边是选择要来抓下Lice 但是留人能力确实不强啊 旁边有个加铁 加铁就有一个闪现 感觉Lice是有一点点难走的 看一下这边 Mark交了一个E技能过来 CW技能留一下 这边立在原地 有精神啊 换不掉 Mark这边包屁股了之后 成功杀掉了Lice 但是人头是被Mark给拿下 这边辅助拿人头 对于SDG来说 丢大龙 人头辅助拿自己并不赚 而且亏的也挺多的 本来说 本来说如果让自己其他人 拿给人头还好 但是这波辅助拿 没那么转 这波直接回家的话 我们看到Krama三件套 而且还有一个攻速鞋 现在跟金克斯毕业了 跟毕业了 而且他 其实这把他还可以出暴击 他如果愿意的话 他也不用暴击 下一件直接来一个水银弯刀 或者是来一个移血剑 因为对面没有护甲 对面护甲真的很低 他大化了 这边FU到过来 一发直接收掉了 一下平A 这一发暴击 是直接收掉 小红的人头后面在流 流到的是一个Mark Mark这边没有交 闪现 双杀还在继续追吗 再一下 哇 这里有一点的危险 伤害太高了 金克斯 还是有闪现的 要考虑一下吗 没有 回头 制禁了一把火箭 但是没啥用 这边打了一下 但是是有一个盾举起来的 但是金克斯就在旁边 而且邀请也过来了 邀请他一下 这一个链子没有练到 赶紧走 自己大招已经用过了 所以刚才没有伤害 也没有点燃 叶选手 这个链子确实准星 稍微低了一点点 刚才说Krama 把自己的大招 稍微留一留 那么落下来的Gala 应该是能够吃到 这个爆炸的AOE 对了 贵远基本上就变成了 300块了 这边的话 停A A出了一个致命节奏之后 给了一个E技能 这边天联好走不掉了 好像水晶 杰连在很尴尬的时间 打破了僵局 这个地方 坐瑞兹的车出来之后 赖索掉没了 但是反手 金克斯还在打伤害 而且夜夜绕后 打了一波 直接收掉了霞 看一下这边 Krama没有什么蓝量了 这个位置还能不能继续打 这边在AA的是一个 A的是一个 那推了 推了这下车 最后一丝血量 Krama交了一个闪现 这边 金华解掉 一直平A 这边没有管得到 再平A一下 正义 正义登场没有出来 就直接没了 还没飞起来 就已经没了 但是正面 这个Krama 没人管得了 直接一个鱼雷 封住后路 9-1-4的战绩 确实在中西 瑞斯和这边的一个 塞拉斯这么出装 就是既没有伤害 又没有坦度 他从前面对线期 慢慢发育 到现在已经价值1000块 9-1-4 这一把Krama 真太carry了 而且中路 刚才盲村也是 趁乱推掉了这个水晶 就是在SE众人 这王之后 看一下 看一下这波的回放 天林 这一波 很英勇 想法是好的 想法确实是好的 但是这一波 没人管到金克斯 还是那一点 下过来 他主要的输出 都管不到金克斯 但是 监制一波打得很好 他跳过来 虽然说 想要第一波闪现 躲了一发踩 但是后面技能还是够了 因为自己的血量太低 接下来几个有数出的 主要就是天绝 剩下这两个 其实都打不了金克斯 我们看一下这波 而且瑞兹这个地方死了 简直他一波加速 这波加速 刚好 这个英雄登场没登出来 走 踢 踢完了之后 在原地 血量太低了 亮金深 想回复一下 但是 有鱼雷风雾 没办法 这 狂马来的一个春歌甲 整个SDG 队员心里是绝望的 这要来个银血 其实 如果换两条命 说不定 还有机会 啥先来个春歌甲 站起来 感觉SDG也受不掉 站起来又是一个炮台 这边 炮湖有点危险 打了一套 这边 机会来了 一套线流水 摸眼鸡 这边 超神了 成功超神 十个人头 康蒂刚才这波没闪现 但是他摸也摸得非常流畅 收下人头之后 SDG还有最后一路 他这边打一套 甲拉血量 直接 又来一炮 轰到两人 这里大招跟上了之后 拆一丝丝血 没有杀掉小鹏 如果刚才杀甲拉 应该甲拉就直接没了 那这边的话 破三路 直接过来要拆 拆得出非常快 一个梅亚倒地 还有最后一科梅亚 SDG能不能够方球成功 这个梅亚也倒了 片铃给出一个大招 回头继续打 这边进场之后的话 科蒂直接送了 但是没有什么太好的 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打出被动 打出被动 但是这个地方 投资完整体血量太低了 这里要被刷起来了 这边收下一个三杀 我们恭喜老跟天 赢下张姐的胜利 把比分搬成一比一平 现在SDG站在了悬崖的边上 如果他输掉的话 很有可能 今后他的门票就溜走了 对的 这一局老跟天打得相当的漂亮 目前把比分搬成一比一平了之后 把上两边的决胜局要来了 下一局感觉 确实蓝色方的英雄 确实好选 因为上一把 我们这两把看下来 蓝色方的英雄 确实选的勾都好一些 而且这可能是马后炮 而且郭琪不在推篮身上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不要选瑞斯了 瑞斯真的没赢过 很中 就是中肯的建议 全场比较输出最高的是 来自于这边Crowback的金克斯 321的输出 然后27分35秒 结束了一场比赛 这一盘老跟天 又是拿到了四条小龙的控制权 在整体的经济上来说的话 这个曲线图 还是比较真实的 因为前面一直没有拉得很开 虽然说横方领先了一些 但是2.8不是特别的高 其实就是在那一波打完之后 就是在抓了几拨人 然后金克斯打完了AD 然后在野区抓到了一波打野 然后大龙差不多那波翻 就是那波翻的 Mark这一盘的输出打到 还可以 在游走的效率上还不错 4300 应该是选了什么 没错 看一下 不会皮肥 没有什么问题 13-1-5成功 超神 伤害战比达到43.3%的一个金克斯 然后最后的最位竞技差领先了 5554块 这个伤害转发率204%太夸张了 因为他前面其实自己没吃多少经济 打的很多伤害 后面吃了经济 后面吃了经济打的伤害更多了 而且金克斯他本来手长好打伤害 对 同次方因为普遍手偏短了 所以说在拉扯过程当中 被他偷A一下 其实那个爆炸伤害就已经很高了 看我们在中路拉扯的时候 就是拉着拉着忽然天绝没血了 然后再拉着AD也没血了 再拉着拉着就没了 然后杰斯再轰一炮啥的 这是真的很恐怖 一人A一下感觉人就没了 感觉这个英雄确实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因为暴击一双改动回来之后 这个英雄重新出现在赛场这场 就是以前的无尽 然后飓风 然后再一个火炮 跳出上太厉害了 对的 现在很多英雄其实可以这么出 但是能出到有好的效果的 确实没有那么多 一个是金斯 还有一个小炮 大概这两个英雄是 相对来说在大部分AD里面比较好的 那这边后面说到消息SD 再加一小